生成式人工智慧和大型语言模型 将LLM应用程式投入生产 强大的数据管道对于新一代人工智慧计划至关重要 高效的资料摄取、预处理、训练和推理取决于持续、可靠的高品质资料供应 透过采用语义缓存技术,人工智慧系统可以提供更精确、更有意义、更有效率的回应 例如,聊天机器人可以预先计算大量可能的使用者查询的语义表示,并将它们储存在快取中 特征注入是一种用于增强人工智慧模型的性能和推理能力的专门技术 透过注入相关特征,模型可以捕捉和利用资料中的重要模式,从而提高效能 上下文检索涉及检索相关上下文资讯以增强对人工智慧模型的理解 例如,客户支援系统可能使用上下文检索来提供个人协助 透过关注资料管道、语义快取、特征注入和上下文检索 您可以开发准确有效的人工智慧模型 推理处理 推理处理是新一代人工智慧专案的一个重要面向 它涉及运行计算,已将经过训练的模型应用于新资料并产生预测或结果 为了有效地运行这些计算,您需要合适的硬体基础架构 GPU非常适合高效能运行大型语言模型 您可以将模型托管在私有伺服器或云端平台上 云端平台具有可扩展性和易于部署等优势 但资料安全和治理问题需要解决 LLM可以透过API和软体功能或特定于应用程式的界面进行存取 存取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使用案例、目标受众和所需的灵活性 减少延迟对于需要及时回应的新一代人工智慧专案至关重要 保持处理靠近资料是减少生产环境中延迟的关键策略 为了提高整体性能,请考虑使用较小的模型、优化模型进行推理 该策略还可以提高一代人工智慧应用的可扩展性 使用云端资料平台的成本通常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指标 使用高效的硬体和软体,并使处理接近数据 该策略还可以提高一代人工智慧应用的可扩展性 透过遵循这些注意事项,您可以确保您的GENDI专案有效率且有效的运作 请记住密切注意基础设施、存取、消耗、延迟和成本 建立使用者界面 Web应用程式是新一代AI应用程式最常见的前端类型 它们易于开发,并且可以透过任何具有网页浏览器的装置进行存取 针对特定装置客制化的行动应用程式可提供更身临其境的体验 它们可以利用每个平台的独特之处,并可以快取资料以供迷线使用 当应用程式需要与使用者交谈时,会使用聊天界面 它们对于回答问题或协助完成某些任务很有用 桌面应用程式对于需要大量处理能力的新一代人工智慧应用非常有用 它们也非常适合需要存取本地资源的应用程式 编排人工智慧代理 完整的数据平台包括建置和部署新一代人工智慧应用程式所需的一切 这使得建立Web应用程式、聊天机器人和其他前端使用者界面变得更容易、更快捷 编排框架可用于协调人工智慧代理和其他元件 此过程涉及组织代理、协调输入输出以及管理资料流 LLM可以与其他程式设计资源,例如拍方解释器、建立连线 这使得它们能够将精确的计算融入输出中,并与各种外部应用程式互动 Gen AI应用正在彻底改变我们与科技互动的方式 透过了解前端UI和AI代理程式的编排 我们可以建立更强大、更通用的应用程式 编排人工智慧专案 编排库简化了对外部资料来源的存取,并连接到其他应用程式中的API 这对于生成创意文字格式等任务很有用 全面回答问题,并提供任务协助 当您需要使用当前资讯更新模型时,RAP是一种重要策略 例如突发新闻或新研究 然而,许多文字来源过长,无法适应模型有限的上下文式窗 外部资料来源被分成适合上下文式窗的区块,并连接在一起 LangChain等软体包可以为您处理这项工作 编排库还可以连接到外部资料来源,例如资料库,API和档案 这使得开发人员能够建立可以存取和处理来自无数企业来源的资讯的应用程式 使用多个LLM可以扩展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人工智慧应用程式 这可能会变得更难维护,但也允许开发人员使用专门的LLM来完成不同的任务 总之,编排库和RAP是将LLM连接到外部资料来源的重要工具 它们简化了对资料来源的访问,连接到其他应用程式中的API 并允许透过多个LLM进行扩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资料来源